这个味道太香了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就是2017款的13寸的MacBook Pro i5双核处理器 8G内存 256G硬盘容量 这种配置说实话让我剪片的效率极其低下 所以当苹果一推出M1 Pro芯片的MacBook Pro的时候 我就毫不犹豫的拿下了 粉丝没多少 发型必须好 大家好 我是小鑫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也不卖关子了 我直接开门见山 把我购买的这款MacBook Pro的配置 先简单的给小伙伴们介绍一下 我的这款屏幕尺寸是14英寸的 芯片是M1 Pro的最低配 就是8核CPU加上14核的GPU 内存是32GB的 硬盘容量是1TB的 下面我们就先来开箱 苹果产品的包装盒 向来都是以简约简单而组成的 比如说这个MacBook Pro的外包装的速封膜 它打开就是通过这一个拉手 直接一拉就可以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股苹果熟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个电脑的取出它也很有讲究 这一样有一个拉手 我们一拉就把它拉起来了 很明显这个笔记本的A面 这个苹果的logo变大了很多 我拿一下我之前的13寸笔记本 大家对比一下 第一个明显就是笔记本的厚度 同样放在这个平面的桌上 大家看这个厚度确实是14寸的MacBook Pro 要厚上许多 其次是这个棱角 这个新款的MacBook Pro 非常的圆润 摸上去没有一种各手的感觉 但是这个老款的MacBook Pro 它就摸上去有点各手 边角做得非常的锋利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logo 刚才说这个logo很大 大家看这个是老款的MacBook Pro 这个是新款的MacBook Pro 然后它这个背面 在背面有一个MacBook Pro的 这种激光的刚硬 盖上去非常的低调 奢华有内涵 这个底部的四个支撑点 不仅变大了 而且变厚了许多 大家看这个厚度 其实老款的MacBook Pro 这个边框是相对于内收的 往中间它是变厚的 而新款的MacBook Pro 它就是边框跟中间是一体的 所以说看上去更加的厚实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包装盒里 还有些什么 这应该是产品说明书 里面是一个三包凭证 这个就是它的电源适配器 这个电源适配器 我要重点说一下 我这个电脑的配置 它的电源适配器原装 应该是65瓦的 但是它加100多块钱 就可以升级到96瓦的电源充电器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划算 所以说我就多加了100多块钱 把它升到了96瓦的充电器 这样的话它充电效率会更高 充电会更快 苹果充电线 这次换上了这种编织的材质 这种编织的材质的好处 就是你长时间使用 不容易折断 并且它这个充电口 变成了MagC的磁吸通电口 下面我就把我的新款的Marketbook Pro 正式的开机 熟悉的开机声音 磨撕掉 等待苹果的经典的进度条开启 这个开机的速度真的很快 在进入刚才一个简单的开箱以后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我的旧电脑上的数据 迁移到新电脑上来 那么在做繁忙的工作之前 我先给小伙伴分享一下 我觉得苹果今年推出的新款Marketbook Pro 相较于上一款M1芯片的版本 有三个地方是让我觉得很赞的 首先让我觉得大快人心的就是取消了Touchbar 当时我买一期款的Marketbook Pro的时候 正好赶上了Touchbar的问世 我觉得这玩意儿是苹果的高端技术的象征 没有Touchbar那就不算Pro 结果真的当使用起来才发现 当时多出了几千块钱 就是给自己的虚荣心再买单 其次是屏幕的升级让我觉得很给力 苹果终于是换掉了能跑马的屏幕边框 取而代之的是窄边框刘海平 有人吐槽说刘海平看着丑或者是不习惯 我倒觉得还好 可能是看惯了iPhone的刘海平吧 所以说相对于屏幕边框笨窄带来的惊喜 是不是刘海平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还有新款的Marketbook Pro的屏幕 换成了miniLED屏 并且支持了120Hz的动态刷新率 屏幕的持续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 峰值亮度甚至可以达到1600尼特 这种变态的屏幕素质 让我都想尝试制作剪辑HDR视频了 最后是接口的种类变多了 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MagSafe 3磁吸充电接口 一个SD插槽 再加上三个雷利4接口 让Marketbook Pro有了更好的扩展性 特别是这个SD插槽 对于我们视频创作者来说 真的是太实用了 SD卡里的影片素材直接插到电脑上 导出就可以了 摆脱了使用拓展屋转接的烦恼 这两天我一直在重度地使用 这款全新的Marketbook Pro 不管是上班带着它办公 还是下班后 在家里用它剪片 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 最真实的使用体验 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 下面我所说到的所有主观上的感受 都是相较于这台17款的13寸的Marketbook Pro而来的 首先是操作体验上的升级 除了拿在手里不各手以外 让我觉得使用起来最舒服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屏幕掀起来的阻拟感更顺滑了 两者相比 所以新款的Marketbook Pro体验起来更佳 第二点是新款的Marketbook Pro是剪刀式的键盘 而17款的Marketbook Pro是碟式键盘 碟式键盘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它键程比较短 敲起来像在敲港板 而且这种噼里啪啦的声音非常大 我经常夜里在卧室写脚本被我老婆赶出来 原因就是这种打字声太大了 其次是新款Marketbook Pro有了M1芯片的加持 性能上肯定是秒杀这台i5处理器的17款的Marketbook Pro的 首先是软件的运行速度提升太明显了 不管是平时办公室用的Office软件 还是网页浏览器 再到我用的Final Cut Pro这种专业的剪辑软件 打开软件的速度几乎是秒开 我经常会遇到给领导汇报工作的场景 Office半天才打开 他们会很不解的来一句 你不是用的苹果电脑吗 为什么打开个Office都这么慢 或者就说果然苹果电脑不适合办公 跟Office兼容这么差 这时我就很无语 无力反驳 这些问题其实都还好 只是一个面子上过不过去的问题 有的人不在乎 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真正体现生产力有巨大提升的是我们这种剪片的视频创作者 我之前用的这台17款的Marketbook Pro 在Final Cut Pro剪4K影片的时候 从来是不敢开实时渲染的 因为这会让你在剪片的时候 电脑变得极其卡顿 几乎是没有办法愉快的剪片 所以我只能把实时渲染这个功能给关闭 等影片全部剪完以后 再统一渲染 我的4K影片时长一般在8分钟左右 每次渲染一次要40分钟 这时候我什么也不能干 就只能干等 但是我现在使用这款Marketbook Pro剪片 就是全程开启实时渲染模式 影片剪完即渲染完 这种感觉真的是不要太爽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发动到Compressor去导出 这期影片开枪的那段 我已经全部的剪辑渲染完毕了 时长是5分16秒 以前我这个时长的4K影片 至少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导出 现在用Compressor导出 只需要40分钟左右 速度提升了一倍 最后就是M1 Pro芯片的变态的低耗电量 我只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上班办公都不带电脑充电器出门了 因为上班不剪影片 只用它办公 出门满电的状态 一天下来连20%的电量都用不到 可以说M1芯片就是这么的变态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像我这样 不需要剪辑大量影片 或者不需要同时剪辑多个影片的创作者 并且还用着英特尔芯片的Marketbook Pro的话 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换机提供更多的帮助 OK以上就是我对这台 全新的14寸Marketbook Pro开箱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点赞转发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小新 See you next time